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招牌菜炒果条就有59份占比最高达3乘4 再来是38炒面21份占1乘2 招牌炒面18份占1乘 还有滑蛋和粉9份和香兰叶茶7份 这些就是食物中读者共同吃过的餐点 但到底有多少人用餐 透过发票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了解这张发票是谁开的 也许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机会调这个所谓的录影啊 画面啊等等我们来试试看 多少人吃过得请他们主动联系 卫生局只能呼吁去用餐有症状的人赶紧通报就医 但保龄茶市这91笔订单中 3月17、18有6笔 19号9笔中有两人失误中毒 20号10笔 21到24号每天有10到18笔消费 每天各4到6人通报 25号是8笔记录扣掉扩大调查的前后三天 只有20号这一天没人回报 我想这个原因非常多 那如果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应该不要最好是不要做这样推测了 不过因为每个人本来对于吃到同样的剂量 他的感受性就会不一样 卫生局强调用餐者体质不同 是否导致食物中毒不能一概而论 目前北市共武力住院 一位31岁男子在三种一般病房传来好消息 相关指数指标有好转 但另外三女一男共四人 分别在北一三种马街的加护病房状况都不好 其中一位不止肝肾衰竭还出现脑病变 四位加护病房患者持续有恶化 医疗团队接近一切努力抢救中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铁北新闻是某家朝战人台北财风报导 保龄的食安漏洞到底出在哪 就有先前吃过的顾客说 曾经吃下椰香饭后头痛想吐 还有人募集员工手套没换 摸完厨余就摸食物 保龄茶室厨师大秀厨艺 但有先前吃过的顾客跳出来怀疑 很可能过去餐厅食安就出现漏洞 秀出当时吃的椰香饭照片 坦言虽然不是近期去吃的 但那时吃完之后身体很不舒服 还传line给亲友抱怨 说头真的要爆了 真的痛到想吐 东西不好吃没有吃完 另外还有民众回想 在疫情期间常到新义区附近 印象中这餐厅卫生就很不好 看到工作人员戴着洗碗手套 清洁垃圾袋处理厨余丸 竟然同一副手套 继续准备要给客人的食物 就连常客也坦言 餐厅细节有进步空间 可能擦没干净 或者是在酱料区 可能是有点凌乱 可能盖子没有盖好 或者是摆放有点脏乱 保龄茶室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是不断延烧 就连跑这一带的外送员 也是坦言 平常有的时候不太爱接保龄的单 工作员好像就真的只有几个而已 好像真的就是 可能会比较赶不出来这样 对啊 所以有时候就不会想要等蛋的单 外送员透露 正常来说到其他餐厅取餐 前后只要花三分钟 拿了就走 但有时候到了保龄茶室 新义原版A13店现场 有可能要等十分钟才拿到餐 而也有外送员指出保龄咖啡馆饶河店 清洁状况也堪忧 餐饮业细节一旦没顾好 食安恐怕就破洞 处处得绷紧神经 才能让消费者安心吃下肚 TB的新闻 新闻想刘宇轩 台北参谱到 另外部分食材检验结果也出炉 为福部次长王毕胜晚间再靠记者会 我们从保龄这边所收集到的 我们现在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解体先出来 第一个就是他抽的这个果条 还有就是他的香蓝叶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再来米粉 这三样那都是阴性 就是这个我们的米酵菌酸是阴性 那么另外大阪城这家所谓的果条的供应商 那我们也抽了16件 那这个果条的检体 那也都是阴性 所以这边在食材的部分 当然后续还有一些 我们在那边现场所收集到的 这些食材还在陆续检验中 那目前的检验结果就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第一个那这些重症的病人 几乎都是全部都是有验出 米酵菌酸的阳性 所以我们可以说很确定 那这个食物中毒的事件 应该是米酵菌酸所引起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那我也要在这边跟大家讲 后续我们看到他在 不管在果条的供应商 或者是在现场裁剪的比较重要食材 目前都是阴性 而且我们看到在疫调的结果 现在所有的病人都是 跟保龄的这家店 在A13这家店有关系的 后续我们还会对这些检体 再继续做检验之外 那我们也会尽快召开 相关的专家会议 来探讨一下有关这个 我们这个所谓唐昌普博克士菌 那在台湾到底它的分布情形 持续追踪保龄案 现在代班厨师以及正职厨师 都被列为被告 检请调查原本在保龄茶室 A13店工作的周姓正职厨师 因为请假出国 才由胡姓厨师帮忙代班 没想到短短8天就出现实案问题 28号遭到约谈的胡姓代班厨师 他其实原本在北车微风店工作 但可以看到这里整块都在进行整修 他才会到A13店帮忙代班 来代班8天却出问题 在第二波约谈中立为被告 25岁的胡姓厨师是越南人 住在台北市南港来台湾已经7年 大学时从越南到台湾读书 毕业后就留着工作 在保龄咖啡微风北车店 担任厨师一年多 3月19号到26号 因为北车店整修 到台北新A13店的保龄茶室 帮忙代班 没想到就在这短短8天 发生多人食物中毒 面对文化全程不发一语 胡姓厨师在台湾念书时 为了付学费每天打零工 毕业后因为工资比越南还高 留在台湾继续赚钱 一直都从事餐饮行业 接着一年多前到保龄咖啡馆上班 而会帮忙代班 就是因为正职厨师请假 其中一名被告周姓男子 他是这间保龄茶室A13店的正职厨师 他因为出国请假 才由胡姓厨师来帮忙代班 这名55岁的周姓厨师是马来西亚人 但已经规划台湾 拿到本国国籍 在新一A13店的保龄茶室 担任专职厨师大约三四年 出现食安问题期间 刚好请假出国 原本在27号要回工作岗位 餐厅却遭勒令停业 现在也被列为被告 周姓厨师有什么要说你的吗 你怎么知道这些问题呢 周姓厨师下午被检约谈 遭到刑事局警方送进地检署 只是怎么会出事代班期间 忽然发生食物中毒案件 现在是检警的调查关键 交叉比对两人证词 要从中找出问题来源 另外检警也在约谈 包括了离姓负责人 店长以及厨师 通通被传唤到北检附训 负责人在律师的陪同下 鞠躬道歉10秒钟 表示案发后 自己跟父母亲 都有吃过店内的果条 甚至打包回家 对于到底为什么 会发生中毒的情况 他们会积极配合调查 食材怎么保存的 知道吗 保龄茶室中毒案 引发食安恐慌 检方29号下午 约谈离姓负责人和王姓店长 要厘清食材保存 哪里出状况 离姓负责人从证人转被告 征讯后和店长都无保请回 限制出境出海 包含这个 我们这个业者 其实他自己自身在 这个3月22的时候 也是事发 已经有事发的时候 他当时他自己的爸妈 有到店里面去用食用餐 然后用的也是果条 果条没有用完也是带回家吃 离姓负责人讯后在律师陪同下 鞠躬致歉 表示问题果条 自己的家人也吃过 检警调查餐厅营运分工 由离姓负责人采买食材 王姓店长负责调度各店人力食材和资金 案发期间代办的胡姓厨师将食材分切保存 以及料理 正班的周姓厨师出过前只跟他交接食材摆放位置 没特别交接料理方式 因为各分店都相同 但怎么会代办期间就出事 警方找来胡姓厨师解释料理过程 要他讲出食谱内容 比对两名厨师的说辞是否相符 这次死者身上验出米酵菌酸 在国内首次出现 检警将厘清有毒的物质从何而来 目前毒物专家初步排除人为下毒 从医学上角度来看不大可能 因为我们知道说米酵菌酸 它是在一些发酵的一些米制品 还有椰子制品 就在某些环境下 那个维生污染才产生毒素 卫生局两度金茶采集厨师手部剪体和刀具 并带回35件食材进行检验 厘清这要命的米酵菌酸 怎么吃进民众肚子 TV的新闻综合报道 持续追踪 保龄茶室的创办人李仿轩 是马来西亚华侨 15岁就来台湾 大学毕业后留在台湾创业 一开始是旅游业 不过碰上疫情之后 积欠债务 却能成功跳转到餐饮业 知情人士透露 是因为李仿轩很会行销 也说其实保龄一开始有两个创办人 对着镜头弹电吉他自拍 他就是保龄茶室创办人李仿轩 过去常在IG或抖音 分享台湾生活点滴 如今卷入事案风波 李仿轩是马来西亚华侨 还曾经担任马来西亚商业及工业协会理事 知情人士透露李仿轩 之所以能在旅行社倒闭后 快速跳进餐饮业 是因为他在行销方面脑筋冻得很快 李仿轩入岁开始在台湾念书 一路到大学毕业后在台创业 但2020年碰上疫情开始激欠千万债务 但李仿轩没闲着 后来干脆用道地家乡味 开上马来西亚素食餐厅 一路从台北扩散到台中 全盛时期还拥有五家店 以前的保龄应该是这两个人一起创办 可是中间应该有一些纠纷 那真正的叫沈保龄这个人 离开了台湾回到马来西亚 根据调查他从2016年就开始经营公司 过去到现在登记过的公司查到7家 有的倒闭有的还在营运 资本额加总起来近2000万 不过打开判决书来看 从2020年起陆续传出财务民事纠纷 至少13起 尽管传出欠债 但李仿轩却有钱 请得起王牌律师刘尚明 据了解刘尚明资历丰富 达官司至少10万以上 甚至还可能比一般行情价码多一倍 李仿轩到底是真没钱 还是隐匿财产 现在也引发外界财想 TB新闻综合报道 好 继续国际焦点 先带您来看的是南非 南非的治安持续的败坏 当地的谋杀率攀升到20年来最高 但是警方贪腐严重 几乎已经失能 现在在南非的暴力抢劫 以及劫车等犯罪 几乎都交由私人保全公司来处理 而私人保全人数更多达50万人 并警察数量多出好几倍 另外就连南非国会议长都被爆出收贿 包含13.5万美元 大概是台币430万的现金 跟一顶假法 拔枪和歹徒在公路上激烈枪战 这冲在第一线打坏人的不是警察 而是南非的私人保全 一收到无线电通知 马上油门一踩去追赃车 冲犯罪现场比警察跑得更前面 这已经成了南非扭曲的新常态 核法有枪有无线电通帘 被默许成为警察的代班人 这些私人保全 快成了南非整肃治安的最后一道防线 因为现在南非一年平均发生 2万起的窃车案 谋杀率更来到20年新高 但是警方却因为贪腐严重 几乎失能 多达50万的私人保全 就像佣兵取代了人民保姆 从追偷车贼 到面对火力强大的黑帮 抢劫运钞车都得办 CN就找到了一名金盆行人 骑手的黑帮分子 坦言一切都是为了钱 有多少的犯罪 就有多少的被害人 像是这一名 现在只能勉强行走的男子 他就是在开运钞车的时候被抢 当下的歹徒叫他们几个人趴在草丛里面 结果是被炸飞的车顶砸中了他的双腿 从今以后不良于行 像这样的黑暗经历一再发生 而南非不止治安败坏 警戒贪腐 就连国会也爆出贪腐丑闻 被指控收费的就是国会议长诺西韦韦 被爆出在之前担任国防部长的期间 收了13.5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430万的现金 和一顶假法的贿赂 现在还拒绝警方逮捕 派出律师团拒捕 并且否认收费指控 官员的贪污 老百姓看了更心寒 因为他们现在连最基本的水 都不知道何时会来 只能靠提来的水过日子 在约翰尼斯堡的外围郊区所委托 不分贫富贵贱 都面临共同的缺水难题 但是约翰尼斯堡的缺水问题 主要是因为管线年久失修 有多达40%的储水都是漏光光的 供水供电不稳定 民众叫苦连天 TVBS新闻综合播放 再来看缅甸内战进入第四年了 由一年初开始传出政府军节节派退 缅甸军投敏昂来 为了稳定居心 礼拜三十罕见的在晚上举行大阅兵 却被发现现场的女兵特别多 也缺乏展示坦克炮弹等武器配备 军力恐怕还是优点问题 缅甸士兵一次排开 在首都奈比多大阅兵 前方检阅三军的是 当初发动政变的缅甸军投敏昂来 他劈头就痛批反抗军事恐怖组织 今年缅甸阅兵不知罕见在晚间举行 还被发现出现特殊现象 就是现场穿裙子的女兵 看起来特别多 被解读可能是大多男性都被派去打仗 除此之外 现场似乎也看不到太多 坦克炮弹等实质武器 缅甸内战进入第四年 年初却传出政府军有节节败退的迹象 二月时仰光的泰国大使馆 还出现排队人龙 现场男男女女都急着逃出国 就怕被抓去打仗 因为缅甸政府军突然下令 四月起全国征兵 而且男女都要服役 缅甸政府军这几年下来 各种暴行不声美举 包含这段去年11月拍摄的影片 当时他们正嘲讽反抗军的三职手势 一群人之所以得意洋洋 是因为刚刚活捉了 两名年仅20出头的反抗军成员 这段CNN独家掌握的影片 显示两名年轻人满身是伤 惨遭政府军淋略羞辱 但两人最后都没有活下来 而是被动用私刑活活烧死 影片残忍到无法播出 Cross-referencing more than a dozen interviews with witnesses, villagers, resistance fighters 联合国缅甸情况调查员也说 缅甸政府军因为在短短几个月 失去上百个据点 压力下转而加强恐怖手段 对百姓开刀就连罗欣亚人 都被当真肉盾牌 缅甸政府军从2021年政变到逮捕翁山苏基 2022年还直接处军灵运人士 现在又被曝光残忍 虐杀反抗军的画面 似乎想藉由制造恐惧 比反抗势力低头 不过反抗军说他们不会退缩 其他欧美国家也高度关注 缅甸局势发展 英国外交大臣卡麦隆说 将协调其他东协伙伴 给予缅甸民众必要协助 点新闻综合报道 至于今天10点不一样精神 先来关注的是 逐机总处发布 二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又到了3%以上 来到3.08% 而主机总处表示 主要是二月春节交通 以及食物类价格上扬有所带动 另外外食费上涨了4% 房租也涨了2.21% 都显示国人生活的压力又更大了 大红豆 接下来就是我们家 也是更招牌的芋头 天冷来上一碗古早味烧仙草 可谓是身心都舒畅 但要经营一家店 除了食材成本 人事成本 还有许多的隐形成本 当然我们有冰厨 那其实刷冰机 才是我们真正的耗电的电源 因为两台甚至三台的刷冰机 我们是客来才会做一个开电的动作 有些人是用 他可以减低他的耗电量 当然是用这个一大桶的冰 然后挖过来 但是这样的口感确实是不一样的 为了餐饮品质 冰店该花的成本还是得花 毕竟巩固好客人才是长久之计 成本也只能是自己吸收 幅度的话其实店价 大概我看了一下 其实大概12%或到15%不等 那再推缩到 其实我们冰店的经营的 其实最重的成本 其实在于原物料 所以很希望是在一个政府能够 把民间的这个民心给安定的话 还是要强调用分段式的一个调涨 涨电价确实有可能会推升物价 国发会的主委就表示 如果说电价调升10% 那么就有可能会影响CPI上调 0.12% 如果再加上其他间接性的影响的话 CPI上调0.2%到0.3%都有可能 虽然电价涨幅不是影响物价的最大关键 但台湾的物价确实正在攀升 主计总处发布二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达到3.08% 11年七个月最高 主计总处官员表示 主要是因为春节交通 以及食物类价格上扬有所带动 我们发现到其实过去这四年 年复合的成长率是来到了2% 那当然也就是代表说 其实在过去这四年间 我们其实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 通货膨胀的一个环境当中 台湾的这个物价指数 虽然通货膨胀的状况不会太过激烈 但是要明显的有降温 甚至要回到过去2%以下的一个情况 维持成为那样子的一个环境 难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推升CPI主要的原因 包含农历春节刚好在二月 部分服务费用都有所成长 食物类涨幅达到4.49% 是七大象中涨幅最高 外食费上涨4% 房租年涨2.21% 医疗保健费用也涨3.22% 都造成CPI标高 那过去比较近的通过冲破这个3% 就是去年的10月 还有去年的1月 那2022年的3月到7月 这个都是超过3% 但是这个在台湾是蛮少见的 在2022年很多国家 其实都有这种通膨的压力 那比如说像美国那时候 甚至有突破7% 8% 虽然CPI冲破3%是少数的状况 但台湾目前仍然还在 2%的通膨警戒线上 依旧处于高档 显示物价涨势没有停歇 国人压力还是很大 尤其紧接着4月的电价调涨 可能也是原因 怕的就是业者的预期心态 将电价涨幅的成本 先算在消费者头上 导致物价上扬 但价格一旦推升 就很难有回头路 因为去年相较于前年的话 最主要是机器因素 但是我们知道说去年 其实是因为我们内需型的服务业 是非常蓬勃的 那相较于前年 其实这个内需表现是萧条的 所以说去年的因素是需求拉抬 那前年的话 2022年最主要是速度性通膨 也就是说成本拉抬 台电表示真正的调整方案 必须等到电价审议会后才能确定 但方向仍然是朝用电大户承担较多的涨幅压力 会尽量减缓对一般民众的影响 不过就怕后续的连锁效应 推升通膨 TVB的新闻 程序中的融洽单词台报道 根据调查首领劳工预度的退休金平均高达2575万 但是退休金缺口比率很高 那么现在因为高房价 大家晚买房再加上贷款年限拉长 如果再加上子女也需要经济协助 越来越多人超过65岁都还得在工作 上班族王小姐在公司担任行政秘书相关职务 工作蛮稳定 她是二宝妈 两个孩子在念小学 王小姐说从生孩子以后 汉先生就有开始讨论理财和未来退休规划 最近近几年通膨又比较高深 所以我们最近就是有比较热烈的讨论说 可能要多多多一点的被动收入这样子 对然后多一点的理财规划 不管是可能买股票买基金还是从事其他的投资 几岁要退休 应该是60岁左右 那退休后要不要找工作的话 是当时的情况而定 那当然是希望退休后如果要找工作的话 是找自己有兴趣的 不是有压力的 不是有经济压力的那一种 就怕未来通膨 吃掉资产 存的钱在退休后不够用 而台湾年轻人处在薪水 难以赶上高房价的世代 跟过去年代相比 要买房真的不容易 天下父母心 王小姐也和先生想过 小孩长大后面对的压力 我们也不会伸手跟他们要生活费 可是如果他们真的有需要 那他们也在他们自己很努力的状况下 那我们当然也是会 只经援他们这样子 那我们目前的规划就是在买房的这一块 如果他们以后有需要买房的话 我们都会 就是支助他们头期款的部分 可是不会预先让他们知道 这个这一块这样子 当然还是希望小孩好好努力 父母在关键时刻能力许可下帮忙 而根据米尼亚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报告指出 美国65岁到69岁的人 有三分之一是有工作的 国外调查发现 退休人士再重新回职场工作 原因有 金元成年子女 越来越多婴儿潮世代 金元迁徙世代和Z世代的成年子女 代价是自己的退休生活品质 金元孩子的父母认为 现在的世界跟自己年轻时大不相同 现在要经济独立的难度更高 另外退休后在工作的理由 像是要维护比较大间的住宅 还有存的钱不够使用了 像是居住购买杂货 持有汽车和保险的成本 在过去几年飙升到难以负担 是之前没想到的 而中高龄退休后再重回职场 在台湾观察到有增加的趋势 第一个 他自己本身退下来以后 发现了他领了退休金 包含企业给他的退休金 或是劳退或是劳保年金 根本没办法支持他的生活所需 所以他必须再重返职场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 他或许自己来 就他个人来讲 或就跟他配偶来讲 他上次他的经济是充裕的 可是因为他的未成年的 或已经成年的子女 可能现在目前上 经济上没办法独立 可能还需要他来支持 现代人晚婚晚生 可能当你有点年纪了 孩子还未成年 或是刚出社会打拼 父母的口慌感也许更大 现在很多调查显示 台湾上班族在低薪 高房价高物价下 要养小孩 还要盘点退休费 真的没有安全感 其实根据我们调查显示 上班族认为 退休之后每个月 至少要有三万五千两百零三元 才能达到基本最低标的生活开销 因此也有高达九成的上班族担心 退休之后不管是劳保劳退 可能达不到这个水准 我们发现 其实上班族有六成七以上的人 希望退休之后 还是可以继续工作 根据人力银行做过的调查 目前尚未退休的熟龄劳工之中 仍有38.2%的人 坦言自己是月光族 另外劳工预估要准备的退休金 平均是2575万元 但达成率只有23.5% 也就是大概存到605万元 退休金缺口还很大 大概将近三成的中高领劳工 确实有曾经退休过 但又重返职场的一个状况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退休金存不够的一个窘境 其次原因可能也是在 想要帮忙分担家计 或家里有一些贷款需要负担 因为毕竟现在越来越多人 可能这个房贷 它是30年甚至40年的一个期限 谁都不想当低薪社畜 还没赚到足够的钱 就已经老了 而当台湾大缺工或是中高龄 因为经济因素要重返职场 国家和企业都必须创造 友善中高龄的工作环境 而不是年龄歧视 TVBS新闻 张正恩网一集也退不到 好 现在的问题还很多 高龄化社会来临 老人照顾老人 也就是老老照顾的情形 也越来越普遍 结婚20多年 71岁的刘承兰和98岁的田野 每天一起生活 妻子照顾先生的日常起居 两人相依为命 我们已经结婚了 是夫妻 我得有那个贼日要照顾他 田野30年前 从公家机关退休 平常兴趣 书法 画画 在里民社区中心 玩牌看起来健康硬朗 其实身体状况很让妻子忧心 他的气垂 他要罚的时候 没有预照 手法就罚了 气候不好的话 我们就赶快回到医院 他生病的时候 我心理上还是有很大的压力 为什么 因为还是怕他 如果一下走楼的话 就 因为我在台湾 我一个人不困难 没有人 还是有点担心 年过七旬的刘承兰 坦白讲也有被照顾的需求 但若他不扛起主要照顾责任 就没人来照顾老伴 这个现象似乎成为高龄化社会常态 就我在过去在中山区从事长照服务的时候 我有发现在这样的地区 其实老好照顾的案例为什么特别多 甚至我们看到很多长辈 他在老年的时候 他陪伴他的是外籍看护 或者是一个宠物 那孩子为什么都不在身边 其实我看到很多 其实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 在父母年长的时候 反而没有办法回来陪伴爸妈 照顾爸妈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部分 长景来到新北市平林的关怀据点 日照园带着引发长辈玩游戏 哦 赞哦 过来过来 这是偏向长辈们周一到周五的例行公事 其中88岁的陈万元 84岁的凌晨美智是一对兄妹 一起住在三合院里彼此照料 陈万元的儿子媳妇每天晚上会回家看爸爸 凌晨美智的小孩则是每周末回来 其他时间都是由妹妹照顾身体较差的哥哥 高龄化社会有日本作为借近2025年 日本的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三成以上 获胜劳动省统计 需要照顾以及负责照顾的人 在65岁以上的家庭占比是51.2% 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老人都处在老老照顾的状态 我们来到新北市的平林 这里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数的三成 伊甸基金会的人员告诉我们 10年前有10个老人家 只有一个是老老照顾 现在已经来到将近五成 国人平均寿命79.84岁 男性76.63岁 女性83.28岁 若以男大女小的婚配年龄 多数女性要面对男性的旧衣 照顾甚至失去亲人的哀伤期 在老老照顾过程当中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可能老老 就是老夫老妻互相照顾过程当中 他可能另一半 他的另外一半可能先行离世了 所以可能留下这位长辈 留下会单独长辈 他可能变成独居 甚至于独生的长辈 他的子女有可能是在外地求学 或者是外地工作 他无法继续照顾这位长辈 所以长辈有可能就会面临到一个 比较经济状况 或者是比较照顾可能会有需求 可能会有甚至于所有高风险的问题 若主要照顾者不幸先离世 被照顾者可能无法求救 社福团体透过日照 居服 食指据点 送餐关怀等服务 希望能减少悲剧发生 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 透过政府的一个通报机制 就是通过 我们讲透过里长 通过社会安全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希望能够让整个的服务里面 我们刚刚讲的像是无风接轨 所以我们很希望说在整个政府的评估系统里面 针对于老老照顾 我们可能有更多通报的一个机制 那也让我们社福单位能够第一步的先了解到 可能这个家庭有老老照顾的情况 在老老照顾过程当中 我们如何引进更多的社会福利支持系统 来支持这位老人家 台湾迈向超高龄社会 面对长照需求以及需要解决的困境 没有人是局外人 还有育儿也是困境 让国人安心生养孩子 劳动部将执行小规模的贪性育婴假事办计划 我刚请完六个月的全新育婴假 然后回来工作大概已经是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Casey是位新手妈妈刚休完半年育婴假 回公司上班 有了宝宝后必须适应新的身份 生活也改变不少 像小孩有时候可能需要临时可能生病了 你要大家去看医生 那你可能就需要有几个小时的弹性时间 大家去看病 或者说他可能在 比如说我现在送到托婴去 可能有些状况 老师可能就会把你叫回家 说赶快把小孩接走 那其实在职场妈妈的部分 就需要有这样子的弹性去接送小孩 然后去面临这些临时的状况 Casey呆的外商公司从2009年开始 针对有育儿需求的同事 除了政府的育婴留亭外 不分男女还给予额外26周的 有薪育婴假 每年也有至少22天年假 让新手爸妈弹性运用 加上没有固定工作地点 能选择在家办公 弹性的上班制度和充足的育婴假 让员工赶生孩子 公司提供这个六个月的全新育婴假 它其实是比政府提供的 所谓的八成的薪资 是来得好的很多 那如果我今天是申请政府的育婴假 其实它提供的是 劳保投保薪资的八成 它并不是你实际上薪水的八成 所以其实中间这个还是有差距的 26周的所谓给薪的 就由公司直接给薪的育婴价以外 那我们现行在所谓的 育婴留职停薪 我们其实有一点走在前面 我们没有限制员工 所以一定要申请半年 在这个时间的这个弹性 还蛮足够的 想要抢救低迷的生育率 的确需要民间企业支持 台湾生育率已全球垫底 少子化越来越严重 政府现行育婴假 没有照顾到年轻父母需求 实施育婴假弹性化成解方之一 那目前来讲的话就规定的是 至少要三十天以上来做请求 那雇主不可以拒绝 那有一些民团有提到说 可不可以说把这个田数再缩短一点 能够更有弹性运用 我看看能不能缩短到五天或七天 这样的一个范围 劳动部将执行小规模试办计划 请有意愿的公司部门参与 试办期从五月一号到年底 后续会观察执行成效再滚动式修正 依照我国现行孕假制度 是一次必须要请一个月以上 对很多家长来说相当不实用 试办计划最低五天起跳 以三次为原则 在不修法的情况下执行 劳工也依旧可领八成心 请几天那就是几天的八成 从试办不强制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先来做做看 我们希望说这个试办的过程中 能够有不是只有说 我们的后勤的资源单位 行政单位一般正常上下班 我们希望说可能它可以含瓜 有第一线去做服务的轮班的 排班的人员也能够纳进来一些 尽可能能纳进来一些 作为试办的对象 另外根据行政院近期调查 我国男性育婴流停比例 也有逐步提升 2022年申请比例达25.2% 创下历史新高 妇女新知就表示 弹性育婴价是国际趋势 像意大利就以小时为单位 可以请到小孩12岁 另外南韩在小孩满8岁 或进入小学二年级之前 都可以申请一年减少工时 或请一年的育婴价 各国都透过更坦性的制度 让父母放心育儿 这个改革在国外是蛮普遍的 那他当然有个背景 就是说现在非常多的 就是欧洲跟东亚国家 面临高龄少子化 那他们也发现说 弹性育婴价对家长来说 是比较符合需求的 那如果说我们在产业的 这样的一个劳动环境 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的福利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现在 要招募新的劳工 可能企业这边也会觉得困难 那这个其实也是国外的企业 在面对的一个大趋势 双新家庭成为台湾普遍形态 别让职场爸妈 为了事业跟育儿两头烧 政府必须有足够配套 让请假制度更弹性 才能抢救少子化危机 让国人安心生养孩子 TVBS新闻 黄冠伟德燕轩台北采访报道 台大与台积电合作 选送30名德国学生 来台学习半导体课程 分为两个阶段 除了在台大学习半导体 也能够到台积电做实作训练 拿出爬山的照片 到户外见走 德国学生Christian 来台大就读半导体学程 趁着空档到处观光 也品尝台湾美食 参加台大的中文课程 原本在德国 就是读工业工程相关科系 对半导体课程也很感兴趣 尤其还能到台积电台中厂 做实务训练 因为我认为赖金制作业 我還會在這項目的研究研究 第二是 我想知道TSMC 世界最大的電腦製作者 獲得有實驗的經驗 第三是 因為我從來沒有台灣或亞洲 所以我想知道國家、人、文化 像這樣的外籍學生來台學習 主要是政府推動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 以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後 松綁大學法、學位授予法等等 協助大學設置、研究學院 促成產學合作 在政府創新條例松綁下 加上台灣科技業的人才需求 就成了大專院校招募外籍生 很重要的利基點 像是台大與台積電 還有德國政府三方合作 宣送了30名德國學生來台學習 半導體課程 30位德國學生有的是碩士班 也有學士班來台大接受一學期的學科訓練 之後再前往台積電做實務訓練 也為接下來台積電在德國的晶圓廠做準備 所以在課程的部分我們大概分成三個模組 那每一個模組又有三門課 那所以學生30個學生進來以後就分流 那有6個學生到原件這一端 有6個學生到設備這一端 然後再來有18個學生到製造這一端 那分流以後他們就是上這三門課 那大概經過一個學期 就是從2月下旬到6月會在台大 那由德國政府出資讓他們來到台灣 那台大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提供他們這些半導體的課程 那台積電提供他們Pretical Training 隨著台灣高科技產業在海外拓點趨勢 人才需求不斷擴大 人才酷要夠不僅靠國內的學生 也得向外招募優秀人才來台 這次計畫來台外籍生規模會持續擴大 預計每年要送100人到台灣 勢必得各校合作形成產學聚落 2025的話應該就會有更多的學校一起參與 那就是跟學校有這些半導體教學能量的學校 我認為這是一個讓台灣的Visibility 能進入提升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我們怎麼把握這個機會 除了台大 情大 交大可以擴充半導體人才庫 其他包含人工智慧 金融等等領域 也是產創條例的重點之一 這個學院當初在規劃構思的時候 我們就想到說除了半導體這個領域之外 其實接下來馬上人才會空缺的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晶片 甚至AI的創新應用的這些人才 所以我們就開始提前佈局這個領域 綠能是一個未來有無限發展領域的 一個創新的領域 所以說我們整個學院就是把AI跟綠能 這兩個方向為發展主軸 企業想要的外籍生分為兩類 擴充國內研發團隊 有企業國外設有分公司 有外派人力需求 以台師大來看已經有三家企業合作 每個月提供1.5萬元獎學金 讓外籍生來台 所以我們現在也跟廠商在 跟他討論一些那個獎學金的方案 讓我們招外籍生可以招得進來 我們現在目前紀錄第二年的招生階段 所以我們第二年開始我們就會盡量去 努力去recruit更多外籍生進來 一般大專院校除了靠各自學術優勢 有獎學金制度來搶外籍生 現在政府推動產創條例 一共11所學校設置12個學院 加上有半導體科技業金制招牌加持 也盼能借機打開台灣學術界 在國際能見度 要注意高血壓 長期而言沒有獲得良好控制的話 將會使得心臟產生心肌肥後 進而引發心臟病變 血壓值超過130 應積極進行飲食運動和作息調整 例如規律運動 限制酒精和鈉的攝取 不吸菸保持健康體重和管理壓力 都有助於血壓的控制 在家血壓大概都多少 血壓都大概120至130 非常重視自己身體狀況 今年54歲李先生 罹患高血壓大概八年左右 他懷疑高血壓和工作有關 關鍵在於可能只要在工作的時候 常需要用到勞力搬重物 工作時血壓都會偏高 因為有心率不整的狀況 就整的時候就發現有這樣的現象 我就是固定吃醫生開的高血壓藥 而且效果還滿不錯的 的確高血壓是跟年紀有關 年紀越大血壓會越高 所以說通常男生過了40歲 女生過了50歲更要小心血壓的問題 如果平時沒有高血壓的人 我們還是會建議至少 每年要測個大概2到3次的血壓 最好的狀況就是每個月至少量一次這樣子 血管內的水分異常的增加 那麼這個本身就會影響血壓 也有可能會跟腎臟的負擔太大有關 另外那離子也會影響我們人體這種膠感神經 這個調節的機制 必要的這些血管的鬆縮就會造成異常 長期而言若高血壓沒有獲得良好的控制 將會使得心臟產生心肌肥厚 進而引起心肌病變及慢性心臟衰竭 而對於動脈血管而言 長期的高血壓也會引起腦血管病變 事實上高血壓是一個常常被忽略疾病 過去通常都會覺得年紀大的病人才會高血壓 但近年來因為飲食的改變 年輕人會吃比較鹹或者是比較油的食物 近年來高血壓年輕化已經是很常見的狀況 不得不提高警覺 高血壓可怕的是他一開始高血壓的時候 其實病人是沒有什麼症狀的 他沒有什麼症狀就不會去量血壓 甚至有人是已經有了高血壓之後 就說我都沒有什麼不舒服 就不吃藥也不控制 殊不知事實上他一旦有症狀 可能就是用心肌梗塞 中風或者是心臟衰竭來表現 孕婦的部分其實要特別注意高血壓的問題 我們常常聽到的認成高血壓 跟這個就非常有相關性 所以我會呼籲所有的孕婦來說 每次產檢一定要記得要去調整血壓的部分 由於高血壓在短期內不會有明顯症狀 很多人可能沒有定期量測血壓的習慣 或者量測到高血壓也都予以忽略 但高血壓是著名的沉默殺手 因為它是心血管疾病 腦中風 糖尿病 腎臟病等 重大慢性病共同危險因子 血壓身高可能發生在任何年齡 因此對任何年齡和性別人進行篩檢 都悉件重要的事情 造成高血壓的因素有很多 包括吸菸 喝酒 缺乏適量運動 體重過重 攝取過多的鹽分等 高血壓是最常見的慢性疾病之一 也是目前已開發國家中 引起心臟血管疾病及死亡的重要原因 腦中風 心臟困中動脈血管疾病 主動脈瘤及主動脈玻璃等 嚴重的併發症 這部分將會造成病患永久的傷害及死亡 例如吃便當或是一些外面的飲食 通常都會比較 鹽分都放比較多 那有些人其實也很喜歡喝下運動飲料 除非是運動的情況 運動完了之後 你會補充一些電解質 不然平時的狀況 你可能也不要去攝取一些 包含有鈉磊的食物的成分或飲料 這樣比較會增加血壓 醫師提醒預防高血壓 最簡單就是要定期的量測 自己血壓狀態 千萬別以為高血壓是年長者疾病 年輕人若有高血壓 必須及早治療 降低死亡風險 TVBS新聞 陳如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